先前晚,尖碟、简要、互答、审查 有很简单的说法, 但也讲了我们平常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文答之间的事情 尖碟,尖和碟只是书术,尖是一张很小的竹片,碟可能是木片, 目读,简要、简单、压要, 即是我们书信写的时候要简单、压要, 这就和以前的环境有和现在的不同, 如果我们的纸张,喜欢写多少,写完之后不对, 但以前的纸张是很珍贵的, 如果写了,浪费了一张纸的时候就少了一张纸, 所以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供求的问题, 所以以前古人释子而今,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说写信给人简单, 就行了,好像在长篇大论浪费了一张纸, 这个当然是一个好处, 故答审长, 这个故是当见到面解, 见面,大家朋友之间的见面, 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见面, 故是有见面的意思, 不是现在我们一本理解的故的解释, 大家朋友之间, 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对答, 需要审慎和周祥, 不要想就不要, 那就回答, 这是人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谙话, 但是这里有个有意思的, 就是书写的时候, 因为你要用信尖的关系, 要用物业的消耗, 所以你要尽量自省, 这个符合环保意识, 现在我们所谓, 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 谈咸之间的, 说话最多是浪费口水, 就不会浪费物料, 所以详细和审慎之后, 你才作答, 或者审慎之后, 外问问题, 这个就不会影响到你那个, 这个都挺好的, 挺好的知识。